結構上面先說一下今天的時間 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我們是一個很informal 就是大家很隨意精楚的一個狀態 然後剛剛也有提到說 我簡報差不多重新寫過一大半了 那如果要下載的話就是Google 開人寫作新媒體應該第一筆就是了 然後重寫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本來也太長了 大概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左右的篇幅 那可能就是會比較縮到大家互動的時間 所以後來我想了一下說 應該就是講一小時 然後一小時多一點點左右 那我們中間大概休息個五到十分鐘 那接下來大概四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想就是大家隨便想要什麼想要聊的都可以聊 那然後還有就是說 就是因為這個題目裡面有一些部分 我不是很容易拿捏大家感興趣的程度 所以就是說如果就是覺得特別有興趣的話 就是隨時歡迎舉手 然後我們就進入那一章的討論 那如果大家都不舉手也都怎麼樣的話 我就是用我一貫的速度講過去這樣子 然後前一個多小時我講的時候是有錄影的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互動的時候 按照我的習慣是不錄影的 那錄影的部分之後也會上網 我們就直接進入整體 今天叫做開源協作與新媒體 但因為跟簡報上都不一樣 所以那就是說 Mass Self Communication 是通常我們在就是學術界用的說法 就是說所謂什麼是新媒體 它有很多不同的講法 然後之後就是子君啊還有這個禁忌啊 這些一些長期在台灣做新媒體操作的朋友 也會提出很多實務上的見解 那我自己是把它理解成就是 Self Communication就是你自己決定 你要發給誰 好不像你在PTT上 你可以自己決定要PO到哪個版 或你在臉書上面 可以自己決定要share給哪些人 當一個訊息它的受眾是由發的人自己決定的時候 而不是像報社它是一定固定到一批訂戶裡面 的時候我們就叫Self Communication 那在以前只有少數就是經營個人媒體 或個人品牌的人可以這樣做 那但是隨著就是社群媒體的興起 所有人都可以這樣做 事實上現在所有人都在這樣做 那所以就是Mass Self Communication 就是大眾的自我決定的一個通訊 那在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本身是我們之前在做 Open Source Collaboration 就是大家一起創作的一個空間的一群人做出來的 中間這個Logo 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維基百科 應該是有用過吧 好大家都在點頭 我講說大家都有用過維基百科 那維基百科它在2003年 把它的系統叫做Media Wiki 就是媒體危機 Media Wiki開放出來 等於是從那一天開始 2003年開始 你隨時不滿意維基百科的方向 你都可以自己架一個一模一樣的維基百科 包含他們本來已經有的內容 然後你可以把它往不同的方向去帶 那其實很多就是很多人也這樣子做了 類似小小的維基百科這樣子的操作 那就是因為它後面的系統是開放的 那Media Wiki它當時選的Logo就是像日葵 所以是2003年的事情 那所以我在奧地利在歐洲演講的時候 都是跟大家說 就是說這種相同共和協作的傳統 是已經十幾年了 那它只是碰巧318的時候 在台灣這邊展示出來一次這樣 我一般是被叫做 現在被叫做開源公民黑客 那黑客在這邊先講一下說 是用有創造力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意思 不一定是入侵電腦的意思 你沒有說不是啊 那不一定是 那當然就是說 這本書叫做黑客列傳 是我一個朋友翻譯的 那它已經就是講說 從一開始像 Bill Gates或者Steve Jobs 或Wolf Nepp這些 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人 一直到今天的那個Mark Zuckerberg 就是臉書的創判人 都是有同一個傳統 就是我們相信說 資訊應該不受限制的自由流通 那這個後面是有一個想法的 我自己是1994年出來創業 94、95 然後大概工作了20年 然後2013年退休了 那在退休之後的這兩年 主要的時間的話 在GNB就是臨時政府的一些專案上 那當然還是有 以顧問的身份跟蘋果 Piple Fluorin 紐吉大學出版社會發會 合作一些專案 那我們合作的方式 在臨時政府裡面 我們是有別於公部門 就是政府 或者是私部門 就是商業公司的 那我們叫做第三部門 就是voluntary sector 就是自發部門 那這裡的特點就是 有點像是同號會啊 或歌友會啊 或隨便什麼 就是大家來是 出於自己的興趣來 然後誰也不能夠命令誰做什麼 然後是大家都是用志願者的方式 那臨時政府 我自己的解釋 是說大家用零歲的時間 做政府做的事情 那等會看到一些介紹 我自己是1989年開始寫成事的 那時候我八歲 然後當時我父親是在天安門採訪 那他是大概六月 五月採訪到六月 六月一號回來的 那六月四號 大家當然知道說 就發生天安門事件 那後來他當年就是 同一年的年底就是去柏林 然後當時就發生柏林圍牆 倒塌的事情 那當時有一種講法是說 因為知道六四發生那樣的事情 所以就是德國人就沒有開牆 也沒有開坦克 因為知道那樣的代價是很慘重的 那後來我爸的論文 他是做學運裡面的人際關係 然後跟他們掌權怎麼傳播他們的想法 因為當時就是有很多大陸民運的人 他們逃往到德國跟法國 所以當時我爸去那邊念博士 然後我就是陪他去念書 然後我長大的那一段時間 裡面基本上都是跟這些所謂的民運分子 在那邊討論說 怎麼樣才能夠避免下一次 有類似不有私的狀況 然後怎麼樣才能夠有真正的溝通 我9394年回到台灣 然後後來就沒有再繼續上學了 大概過一就沒有繼續去上學了 然後國二的時候出來創業的時候 當時就是剛剛好也是Tim Burns Lee 他是全球資訊網WIRWAP的發明人 當時去發明了WIRWAP這樣的東西 那當時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說如果在WIRWAP上面 其實我不用通過誰作為終結 好像說我不用通過一本教課書 不用通過一個課綱 就可以直接理解到 現在做研究的人 他們的新的 paper 他們會發表在自己的網頁上 我如果想要問他們的問題 我可以直接寫一封 e-mail去問他們 當時有這個環境之前 基本上這是不可能的 我一旦看到有這個環境之後 我就決定說 我還在學校有任何意義嗎 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後來就是直接在 wire web 上面去做學習 其實這個是 我們可以說是 self-communication 的一個開始 只是在94年 95年的時候 可能頻寬還沒有那麼寬 然後也還沒有手機和 ipad 大家要使用這些工具還比較不容易 但是所有我們今天在講的 所謂的新媒體驗想法 其實在93 94年就已經 非常的成形了 那我自己在93 94年 開始進入 wire web 然後做學習了一陣子之後 因為我本來就有一些程式 所以就開始參加全球諮詢網的開發 當時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要 facilitate 就是要促進一個安全的空間 這個空間是用來讓大家能夠彼此學習 然後呢一步一步的 iterate 就是一小步一小步漸進的 去把大家每個人可能不同的想法 然後去把它實作出來 那這裡面有很多不同於本來的 這個舊媒體時代的想法的東西 好比像說 iterate 就是說舊媒體時代是說 你寫一篇稿子不可以有措子 你在印刷出去的時候 措子就要全部挑掉了 但是在全球諮詢網上面 你改措子是沒有成本的 你改了措子大家就看到 bad 他就這樣 那所以 iterate 就是以前 可能你必須要隔一天才能夠發一個刊物 或者更正啟示 以前可能如果你是周刊 你要等七天才能夠去再發一則 追蹤報導 可是在全球諮詢網上 從你改一個字到十萬百萬的 看你的網站的人 看到那個字改 中間是沒有任何時間差的 他就用毫秒來計算 那所以 iterate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另外一個概念是 actionable ideas 就是說我們如果現在覺得說 你有一個新的想法 覺得說大家怎麼樣溝通會比較好 這件事怎麼呈現會比較好 在網路上面你可以隨時把它變成行動 它也是沒有成本的 你不需要去愛家愛戶發傳單 也就是說你當你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給十個人看 給一萬人看 給十萬人看的時候 它的成本是完全相同的 我們這叫做編輯成本為零的一個概念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雖然好的想法 它的傳播速度會非常非常快 那就是沒有那麼好的想法 它也可以經過傳播的人 自己把它改成比較好的版本 而獲得更好的傳播力 OK 那這個就是基本的概念 所以就是佳華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做神醫民主的 那他是說 就是技術準備 應該有他追求的價值 那當時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從1989年開始 我價值就很穩定了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安全的空間 大家去把自己的想法實踐的這個價值 所以我就是一直維持著這個價值來做實踐 G0B是2012年底 我們幾個長期做開放原法社群的朋友 去成立的這樣子一個 有點像樂團那樣的東西 那它其實並不是一個組織 然後也沒有黨政 就是大家只要能夠自己來加入 就來加入 那我是稍晚2013年初 才參加這個活動 那G0B當時的口號是 拆政府原地重建 那是大普案的那個時候 那在英文叫做Fork government Fork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說否定本來的東西 像維基百科他本來已經往很多東西 那Fork在資訊界的概念就是說 你拿一個已經成型的東西 可是把它往一個他本來的開發的人 不同的方向帶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說我覺得他本來正在走這條路 是不同的或是有問題的 那我不是否定他所有限額成果 而是把它限額成果 然後拿去然後再去做別的利用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在網路上有看到很多 就是Kuso啊或者是改編啊 或是同仁啊或這些作品 其實都是Forking就是說 衍生著作的一個範例 那開源的意思就是說 我保證說你如果亂改我的作品 去做隨便什麼事情 甚至拿去盈利賺錢 我保證不告你 就是說我部分的或全部的放棄掉我的著作權 OK 這個叫做開源 那所以開源的意思就是 我歡迎別人來Kuso 我歡迎別人來改作 為什麼會有據靈的一種東西呢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在臉書上 相當有傳染力的一個作者叫張大春 然後在2013年初他在Facebook上面 通常就是不是罵沒有罵 評論政治 就是寫關於李白的事 那他只要一評論政治 就上千個讚嘛 那他寫李白可能20個讚這樣子 但我覺得他寫李白寫得很好 Anyway 那當時那個Wire這個週刊 就訪問張大春說 欸 張大作家 你這麼喜歡玩臉書 你要這麼喜歡評論政治 你覺得臉書能不能促使公民參與政治 那大家記得2013年初 是從中確案以前 大家當時的想法都是臉書 其實是大家就是嘴炮的一個地方 事實上不會有任何真正的改變 所以張大春當時的回答就是說 絕對不會 他只會讓公民以為自己參與了 好像按個讚就有改變 可是外人按讚沒有人到場 他還是想不出來一個讓大家又懶 又可以參與了真正的行動的時間 所以我們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講 理事政府來講G0V 他就是一個讓大家又懶 又可以參與了真正的行動的時間 舉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看過 當時我們在做開放政治獻金的時候的一個 誒 有一點頭呀 好高興 就是說 我們當時在Facebook上面PO出這樣的一個遊戲 然後請大家去看這個字 那大家這個叫做CAPTCHA 應該有人註冊Google或Yahoo的時候都會看到 那就讓你辯認這些數字 然後把它打在上面 然後安送出 可是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監察院他的政治獻金的紙本的資料 因為目前監察院在做政治獻金的時候 他只把加總放在網路上 如果你要看一個人 他比較立委 他在競選的時候 花了哪些錢 花到哪裡去 從哪裡收的錢 你一定要去監察院那個建築物裡面 用古老的印表機印出來 還有付水印 而且你還不能用USB把它帶出來 所以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因為你一天也只能印那麼多分 所以事實上不太可能真正去做分析或做監察 這意思就是說只有監察院可以做監察 那但是為什麼這樣子 也不是說他沒有什麼惡意 而是說當年這個法令制定的時候 真的就是一個營印機跟印表機的時代 他們沒有於是俱進 好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就是政治現金的修正案在立法院已經卡這麼久了 總是要有一個別的辦法吧 所以我們就幫他請大堆人實際進去 凝印拿出來掃描 切成這樣一小格一小格 然後請大家幫忙編社會資料 然後大家就說 越輸入精神越好 所以然後就 因為基地名裡面就不只是工程師跟NGO跟新聞工作者 還有很多設計師 所以就設計師志願跳坑做了很漂亮的文學這樣 就是你今天監察院了沒 然後剛剛切成一格一格的我們還叫做豆腐 所以自己的豆腐自己燒 那在第一批24小時之內 拿出來的2000多份文件 一共30萬筆的政治現金 一共有9700多人參與 然後每一格都有至少三個人看過 然後就把它變成真正可以處理的 像Excel那樣子的數字資料 那為什麼這樣一瞬間你可以 就是有上萬人參與呢 那首先一開始當然不是上萬人 首先只有三個人 他們走進整場院裡面 真正去凝印 那如果它引印出來的這個東西 直接要我去把它打成字 或打成Excel的話 我看了就去做別的事情了 因為這樣一整張我踢進去 我自己有試過 可能大概要10分鐘到15分鐘的時間 我如果有10分鐘或15分鐘的時間 我有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 不像在這邊打Excel 對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G0V的一個很關鍵的概念 叫做分身法術 什麼叫分身法術呢 就是說這個是資料 我們還叫做RAW DATA 就是像木材一樣 它要必須要被分割成至少 應該最多一分鐘 最好是大概10秒到15秒 別人就可以做出貢獻的單位 因為這個在臉書 尤其在臉書上面 PTT當然也是 是一個很關鍵的時間 你按讚只需要1秒鐘 那你判斷要不要按讚可能要幾秒鐘 那你按讚只要1秒鐘 你如果要按分享 只需要花10秒鐘 你要打一個分享的理由 你要按評論 最多只要1分鐘 就會打出那個評論 如果你要花超過1分鐘才寫那個評論 在臉書上基本上是不太有人這樣做的 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 在號召臉書上有人來行動 叫call to action 你要花它超過1分鐘的時間 它就會去做別的事 OK 那如果你要花它超過1分鐘的時間 它不但不一定會參加 它參加完即使它參加了 也不會推薦給別人 但是如果現在只需要花它不到1分鐘 最好不到30秒 那這樣的話它就會參加 而且參加完之後會推薦給別人 OK 好 那當然這樣子分成槍一格的時候 要花的時間 按照每個人打字速度不同 可能在1秒鐘到10秒鐘之間 所以這是非常符合這個分身法術的概念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遊戲的話 因為當你在打這個的時候 會有一個數字在跑 那如果有玩過開心農場 或者之類的遊戲的話 應該會理解說 人類是一種很有趣的動物 你只要看到一個數字一直在跳 你就會一直重複做一件事情 只要一個數字跳完為止 那所以 所以大家都會有那種很想破關的感覺 所以因為有 你10秒鐘就可以參與 再加上所有的參與是 就是公開的 大家就會突然間很嗨 就好像嘉年華為這樣子的感覺 那在這樣子的資料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當然最簡單的 我們有一個立委議員投票指南 去年年底可能有些朋友有用過 那邊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它的選舉競選的支出 故事支出到哪些特定的公司 這裡沒有針對特定委員的意思 但是針對某些 應該說任何委員 我們可以用 資料視覺化的方式 知道說它哪些錢是從營利實驗來的 哪些政黨來的 哪些個人來的 這個跟它的投票紀錄 它的法條修正案 如果它是市議員的話 跟它工程補助款之間的關係 也可以做分析 也可以做分析 那所以剛剛提到說 在一頁二九的時候 就是也是大家所有支援者 去找來自己家的市會 然後之後第一次看到所有人的市會 你只要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參選人 它如果是連任的話 它的政治現金的記錄 以及它的投票紀錄 那它如果是第一次參選的話 你還可以在旁邊看到它的 就是Google相關的一些新聞 然後或者是它的證件這些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就是有一些很艱困選區的候選人 需要它的政黨很多的補助 然後也有一位輕票候選人 他不太需要政黨很多的補助 他自己就很多錢這樣子 就中間紅色的那一個 對 所以可以做很多 很有趣的分析 所以從政治現金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居靈畢它基本上是三股 本來不相往來的人 就是好比像說 一開始提起說 我們要大家插進監察院裡面 隱蔽這個東西 叫做北風與太陽計劃 的這個提倡的人 是一位國寶級的白目 最近鬧得很大的叫風光源 然後就是會跟計程車司機 過不去的那位 那位光光源 然後那 對 那他 他跟趙大春或這些人 他們有一個共同特色 就是他們是所謂的群眾媒體 他們不管寫什麼 很多人會看 然後很多人會分享 分享的時候 很多人會 這個很睹按他們 那但是anyway 總之他們有很多人看 可是他們一直的感覺 就是說他們做什麼 沒有辦法真正變成行動 他們不管寫什麼 寫再多 他並沒有辦法真正對 政治有所改變 那實際 當初三個進去 印監察院的人 是核四五六 就是一個NGO的團體 那NGO的團體的特點是 他們很會行動 他們有公民精神 可是他們之前很不習慣跟別岸合作 他們內部其實很多時候是很封閉的 那他們很不習慣說 所有做的事情都公開出來 讓上萬個網友一起做 大家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這樣我們怎麼保證正確性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就是比較封閉的 那當然就是還有最後就是 我們上面問我們這群阿宅們 那這群阿宅們的特點就是說 我們平常就是 很開源跟行動主義 都是我們的習慣 但是我們平常 不是很關心社會議題 那所以這三組人加起來 互相學習的結果 就是說 每個人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 就是那個國寶級的白目 去把應該做什麼事情畫出來 聖遺團體實際去出人 把東西印出來 然後做自由RT的人 把它切割成 大家都可以參加的 遊戲化的一個東西 加在一起 它在媒體上面的效果 是遠高於這三組人分別做的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些數字都比較舊了 所以我們每次在Facebook上面 發這樣子一種行動號召的時候 大概都是十幾萬個 就是Facebook粉絲的訂閱 那聖遺運業社團 後勤中心也是就是一萬多人這樣子 然後目前大概有一千多個 專案貢獻者 這就不算那個只畫十秒鐘天的參與者 然後 因為我們所有的project都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到GD1的共筆上面 會看到我們大概有五千個貢獻者 有大概兩萬多筆的編修紀錄 然後大概一百多個專案 所以當時就去GD1共同發起文 然後加良他去參加一個全世界的 在做GD1這種事情 我們叫做Civic Technology 公民科技 的時候他們全世界大概 三十個國家的團體聚在一起 然後就發現是說 欸 以色列跟台灣是最火藥的 而台灣又是以色列的十倍大 所以高將就說 你不出國比賽 不知道自己第一名 但是就是說 這個其實第一名 他後面並不一定那麼好驕傲 因為英國跟美國 他的政治獻金 本來就已經公布在網路上了 他不需要 然後想明做這種事情 那反過來 如果是北韓啊 或者中國啊 或一些中東國家 你可能 不需要聚集到十億萬人 大概十億個人 就可以請去喝咖啡茶水錶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你要有一個 海卡在營營級時代的征服 跟一個非常活躍的公民社會 加在一起才會有這樣子的 協作的方式 所以具體這些專案 是怎麼出現的呢 是在我們叫做黑客松 那剛才有特別強調 黑客松有創造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意思 那松是麻辣松 就是大家一整天做 做一件事情 那在黑客松也是一個很自由的空間 會有可能一兩百人 然後有人拉笑提琴啊 然後有很多很好吃的食物啊之類 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 在你一進來黑客松的時候 會有一疊貼紙 那好幾疊貼紙事實上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拿說 我是設計專業呢 還是我是環境專業 我是農業專業呢 還是我是攝影專業 然後你拿這些貼紙別在自己的肩膀上 然後呢 第一次參加的人 會別一個棉花露的貼紙 來過好幾次的人 會有一個台灣黑熊的貼紙 這些貼紙到底是幹嘛的呢 它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我們在一開始 有想法的人 會花三分鐘時間 上來跟大家簡報說 我今天想要推大家坑 就是我要挖一個坑 做什麼事情 像政治現金視覺化 像之前的國會無雙 像之前的哥萊姆計劃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 當時在距離比上面 先花三分鐘講出來說 我有一個坑 向大家幫忙 然後呢 那在講的時候 大家就會直接說 我這個坑需要可能兩個設計師 一個工程師 一個文字工作者等等等等 那所以就像大風吹一樣 大家會聚集到這些坑竹旁邊 然後去開始工作 然後就會有一堆梅花露在原地 然後不知道要去哪裡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黑熊貼紙的人 就會跑過去 去循循善有的問說 你平常在關心什麼啊 這個你平常在做什麼啊 那我覺得這個坑好像很適合你 然後就把它推過去這樣 然後呢 所以大家就是一整天天更之後 最後大概到五點左右 下午就會輪流上來發表 大概五分鐘 那通常都一定會有進度 就是說至少做到一個程度 然後大家就會約定說 接下來我們在線上 或我們每週聚會 或我們每兩週聚會 一起衝刺把這個專案做完 所以據理由一 它並不是一個團體 它也不是一個網軍 它就是一群人 然後這群人 他們每個月 現在幾乎每個禮拜 都有黑客松 那在黑客松的時候呢 你只要來參加的就是參與者 在這邊就會認識很多坑 然後認識坑 到最後就會 就不小心掉進去 再進去之後 你就會開始貢獻 貢獻之後又會認識更多人 然後又會糾纏 再參加更多的聳 然後再有更多坑 這樣子 一個零的轉移這樣 那在這個 就是這個玄環裡面 它並沒有任何人能夠強制 其他人做什麼這樣 所以這就是G&B 主要的活動 就是天坑、挖坑、水坑 好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坑 它事實上有一些社會影響力 像就是 黑衣機套中診急診 即時資訊 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快就填出來的坑 當時是一個 好像一個醫師吧 他本來就是在 急診室工作 然後他發現是說 每一個醫院 雖然按照衛福的規定 他們都一定要公佈 他們的重症病人的人數 推廠出滿床數 可是首先 他們公佈的方式都不一樣 而且有些還是用什麼PDF 然後有些還是 放在自己的機關網頁上 而且他沒有歷史資料 所以他就號召每一個人去 把他 離他最近的一個大醫院的 網頁諮詢 轉成文字資料 就有點像開放政治現金那樣 但是被每個醫院 那這樣轉呢 是有什麼好處呢 就可以像股市看板一樣 你就知道說 所有醫院他的 就是重症病人的 或者是空床數他的趨勢 那因為這個是開放的 所以就也有人fork我們 有一個學術研究團隊 他們去參加 微軟的什麼 房在黑客松的比賽 他們做了一個統計模型 去預測 30分鐘之後 60分鐘之後 哪一家醫院 比你最近的空床數會有 那可能就無車送院的時候 可以有參考 但對我來講 這個最有價值 就是告訴大家說 平常大醫院都買了 沒事不要去大醫院 對 好 那當然就是在巴西恩事件的時候 這個我們瞬間就會做一個修改 那這個就是 當時顯示 貝貝基陶的實際的狀況 那同樣也是因為當天是假日 所以就是台北市的 資訊局的小朋友他就 因為你假日不可能叫廠商去改網頁嘛 那所以他直接把那個資料釋出 那同樣也是經過就是 轉數字視覺化的所有這些 所以就是在當時就是 同一天就可以在 GNV的網頁上面 打入你的親朋還有的名字 那一部分他會告訴你說 欸他現在住在哪裡轉院 然後目前傷勢怎麼樣 那還包含說出院照護 旁邊哪些旅館可以住 哪些人可以提供免費住宿 然後以及醫院改礦 然後過了一天之後 我們又去拿了就是 學藝中心的資料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說 捐血它只能放一陣子 它不能放太久 所以如果發生急難的時候 大家一握紅袍去捐血 就會變成一個月之後 沒有地方有學可以用這個狀況 那因為一個人也不能夠一直捐血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 把各地的寫庫的存量資訊 在分開的網頁的把它抓起來 然後用一個很一致的方式顯示 所以就可以去看說 欸如果你現在住新竹 你是B型的 那就等偏低的時候 再來通知你的去捐血就好了 OK 所以就所有這些的call to action 它都是很簡單的 就你看到可能十秒鐘之內 不好意思 十秒鐘之內就可以去判斷說 它跟你有沒有關聯 然後一分鐘之內就可以決定說 如果這個有關聯的話 能不能要分享出去 所以每一個案例都是這樣子 所以它在媒體上面的傳案 當然也是比較高的 那這一套 其實在高雄起跑的時候 就已經試過一次 它是用Hack Folder 就是我們的一個共享書籤的 也是開放的一個服務 那Hack Folder 當時也是 氣爆一瞬間就有兩個人開 那能夠fork的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很快也可以 merge 就是Tony Q跟橘貓他們分別開了Hack Folder 但是因為都是開放的 所以他們只要一講好 瞬間大概過好像30分鐘就整合了 那Tony Q開始只有丟四個連接進去 那除了這四個連接之外 左邊看到一大排都是看這個的網友自己加的 就是在你看Hack Folder的時候 你看一個編輯 然後自己就加新的連接上去 所以所有關於氣爆當時的連接 都是網友這樣自己加上去的 這邊又有一個Hack Folder 是尼波爾救災的時候 那當時當然這個就是規模更大 而且是國際性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同的方式 你可以在地圖上看到受影響的區域 然後當時就是用開放街圖 但是有點像是維基百科 但是是邊地圖 所以就每個人領這樣子一小塊 然後用衛星空照圖去看地震之前 跟之後建築物有什麼改變 道路有什麼改變 那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在大災難發生第一天 就拿到了新的衛星資料 就那個衛星廠上捐出了它的肚子 那所以這樣每個人只要分一小塊 到最後就可以把正前正後的狀況做一個比對 然後給聯合國或是給洪四次會使用 那這裡面當然2000多人 是台灣來的 但是也是很多了 然後也是就在黃金七十二小時裡面 就把加德滿圖附近的就是七萬多個道路 跟十五萬個建築 裡面我記得大概六成是第一次做地圖的人 他是為了這個願意花半小時的時間去做這樣子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發現是說 你遠距當然能夠做的事情有限 但至少能夠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感覺也是讓大家參與的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案例是 另外一個案例是 我在GDB主要花時間的一個叫做蒙典的字典 那這個字典它每個月現在 大概七台灣人次 五十萬個APP下載 那它是綜合了就是兩岸 我們在這邊強調合作跟協作的差異 合作 collaboration 兩個人要合作你要先互相共識 你如果進來第三個人 你要跟這兩個人合作 你要跟這兩個人取得共識 第四個人要再取得三組共識 這沒有問題吧 一般我想合作都是這個意思嘛 那問題是出在第五、第六、第七 大概到第十個人的時候 就會出現組合爆炸 就是當你第十個人進來的時候 你不太可能跟所有的 本來的九個人取得共識 那即使是很緊密的團體 大概到二十人或三十人 就已經不可能了 新來的人不可能認識所有這種的人 那就像在政府裡面開會的時候 如果一個會議超過二十個出席的人的話 那通常有一半的人是沒有辦法講話的 他事實上沒有取得共識的功能 這並不是因為很黑箱 或者是因為很官僑 或者是因為很難 人類就是這樣 他本來就不可能 這麼多人取得精密的共識 那所以這樣怎麼辦呢 協作的想法是說 我們可以不需要取得共識 我們只要有很粗略的共識 就可以一起做 這個是在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的時候 他們那邊的漫畫家畫了一個圖 是說以前香港的社會運動 都成不了氣候 通常都失敗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們是用合作的方式 他們希望在大會取得一個同意 同意之後呢 發令下去 所有參加的團體都要 就是由他代表去接受 可是這樣的結果 就是說可能第一派 他說 我提一個主義道大會 大會 大會通過了 大會很高興 開始唱國際歌 可是呢 旁邊的另外一派呢 提的主義大會沒有通過 然後他就不完了 就分裂了這樣子 那對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就很容易出現就是內訓啊 或爭鬥 那只要參加團體 像剛剛說的 到達十個以上 總會有人覺得是 是被收割 或被切割 這樣子的 OK 那但是為什麼佔領中環 進來那麼成功 是因為在佔領中環的前一個晚上 他們的領導人 通通被警察抓走了 OK 所有的那些頭 那些覺得自己 可以代表誰的人 通通被請去 請去喝茶了 這樣子 OK 那所以 我們就發現街道上面有人 可是那些人 沒有誰待 然後這些人又很不幸的 就是被噴了瓦斯噴霧 所以他們都很神奇 然後就開始想要做一些事情 可是又沒有人待透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說 因為當時有一些 GNV的朋友 剛好在那邊做 這個媒體相關的一些 好像也是一個新媒體講座 所以就直接做一次 叫做整場輸出 就是把 318的時候的一些技術 跟一些方法 都提供給當地的朋友們 所以 我們就會看到說 可能有八到十個佔領地點 每一個佔領地點都很堅持到直播 然後呢 直播之後呢 又有就是地圖 然後在地圖上面有示範表 你可以看到 每個地方需要什麼物資 這樣子的結果 就是每個地方自己決定 自己要怎麼做 他們完全沒有公式 也不需要建立公式 但是因為都是公開的 而且都是 歡迎大家去衍生的 所以好主義 慢慢就會變成主流的主義 壞主義 像去練永春拳 還有什麼 橫鈺的弄拳 到這裡 就沒有人去做 對 也不是壞主義 就是一小部分人認同的主義 那 有一些很好的主義 像有個地方架了一個觀光巷 他發現說架了觀光巷之後 黑道就不敢過來 這樣子 然後呢 就會被別的地方去延伸 那可能在另外一個地方 可能旺角 就會有聖母馬利亞巷 然後我們按照那個 就是直播跟地面上的報導 就可以去比較說是觀光比較有效 還是聖母馬利亞比較有效 然後後來發現 欸 觀光好像比較有效 因為警察也怕觀光 所以 這真的 這也不是真的 然後所以這個別的地方 觀光巷就出現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你誰都不用問過誰 每個地點的人都公開 然後大家這樣子 一路往前 這個就是叫做協作的邏輯 這個邏輯是說 大家只要有一個粗略的公式 就隨便自己去做 看到好主意慢慢就會變成大家都採用的主意 那我們回到網進網路上面 這樣子的東西 要怎麼樣子讓大家參加 剛剛已經提到說要低於一分鐘 最好低於30秒 那但是在這個之前 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個網址 這個是很多做新媒體的人 很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 有一些媒體 我就不點名了 那你copy它的連結 然後去LINE或Facebook上 share 然後過了一個月之後 那個連結就不能用了 OK 可是這個是很不幸的 因為是 每一報導的價值是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是最有價值的 很可能是一年以後 兩年以後 如果有一個類似的事件出現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回來 那一份報導 產生了很高的價值 那如果這個連結不是固定的 Perma就是固定的 如果不是固定的 那它就沒有辦法被分享 一次兩次 如果你的使用者發現說 你的連結不固定 不能被分享 他們就不想分享 如果沒有人想分享你的連結 他們就不會跟你協作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當時在猛點發起的時候 我自己最想做的就是 給教育部重編過一次點裡面的 每一個字條一個連結 如果有人有用過 教育部重編過一次點的話 可能會知道 當你查到一個字之後 你copy那個連結 在Line或FB上傳給別人 別人再打開是打不開的 它是沒有辦法分享的 它不是一個月之後實施 它馬上就實施了 對 事實上你自己 關掉兩期再開就實施了 對 所以 而且那個連結很難猜 所以在猛點裡面 資料這個詞 它的網址就是 modic.tw 寫線資料 你不用猜 它是 這個就是它的網址 那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是它可以互相連結 你如果不知道 材料是什麼意思的話 它處理到材料上 就會跳出材料的定義 因為它就會去讀 modic.tw 寫線材料 那 接下來 字典裡面沒有的詞 我們也不是給一個404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重點 404就是網頁找不到的意思 如果別人打錯了 一個字的話 你與其給它一個網頁找不到 你可以盡可能的問它說 你是不是要找這個 你是不是要找那個 那在猛點的例子 我們就會直接 會比方說 開放資料工作坊 它不是一個詞 但是它是三個詞 是開放跟資料工作坊 所以我們就會幫忙 把它斷成這三個詞 把這三個詞的定義 附在底下 而且還附一個很漂亮的 九宮格的Facebook image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隨便想到什麼 今天天氣真好 隨便想到什麼 你都可以打到猛點裡面 然後把它分享出來 那這個想法是 有一位橘牌小人 他先開始的 那我等於就是 向他致敬這樣 那猛點比橘牌小人 還可以多玩一點 是說用有些自由的字體 所以當你按 剛剛在工作坊之後 你可以去選說 我要改成 他比如說傳書這樣子 然後就有人 真的拿它當字體也在用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很多人他不一定是為了字典 他只是為了想講 今天天氣真好 他就會在Facebook上面主動的 使用猛點的連結 去做分享 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個月 可以有七百萬的人次 因為就是大家 是把它當作遊戲 當作生活的一部分 他不是專門要 卡字典才來做這件事情 而是他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用的一個服務 有這個才可以做協作 當時教育部他們發起了一個活動 是請大家幫忙挑字典裡面的錯字 在那個活動期間裡面 我們在猛點的右上角 放了一個小啄木鳥的icon 說請來幫忙挑錯字 那這個icon呢 可能只有萬分之一的人左右 真的花時間來做 大概千分之一的人左右按 這個都是很正常 但當有七百萬人次的時候 就是有七百萬的 七百個人來幫忙 七百人很多啊 那這個幫忙是做什麼呢 是我們用程式去挑兩個詞條 如果他引用同一個書目 比方說就是甲午戰爭的時候 清朝在台灣的張景奇 他逃走了 逃走的時候寫了一首詞 他說回憶鳴笛 飛空標輪主廊 脫險真其絕 那這代鳴笛跟標輪都有出現 可是在其中一個詞目裡面 有一位可能工讀生 把脫險拿成了駝臉 對 那我們在看的時候就過去了 根本不會發現 但電腦會發現 電腦發現之後 找哪一個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請看蒙點的人幫忙 找哪一個是對的 那你只要按搜尋 他就會去google 去看說 這一串字 到底在別的地方有出現 還是根本只有 教育部的詞點裡面有出現 這樣 當然也許是議題字兩個都對 或無法判斷 但是更重要的是 有一個我這樣選的理由 它有點像留言板這樣的功能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有五個人都說是脫險對 沒有人說是脫臉對 而且還有一個人留言說 把臉拖下來是棋絕了 可惜洋人拍過這部電影 已經沒有心 是face off 那不是很公平嗎 明明家武戰爭在face off前面 好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這是一個很歡樂的感覺 就是當你這樣子參加了 而且你甚至留了這個眼之後 你會非常有動力把它分享出去 所以說大家一起來玩 OK 好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18天 我們送出了大概 就是教育部時候大概6000個吧 裡面大概5000多個是我們送出去的 那當然就是現在他們也真的都改了 然後也真的請了專家去看哪一個是對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阿美語沒有辦法講很多細節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說 同樣是這麼厚的一本 也是只有紙本的字典 這次不是切豆腐 是切豆干 就是切成一行一行 然後你也不需要被阿美語 你就要匯打字 把英文跟中文打出來 那當然如果不小心切到半行不用打 如果切到這樣一行半的話 就要打完整的那一行 OK 那同樣的也是請大家來玩 然後同樣的也是要花大家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呢 同樣的也是一教二教三教 然後到最後 就 欸又瘋傳這樣子 就是誰趕快去CC給張正月 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開始說阿美族人很多 然後阿美族的朋友也很多 然後而且重點是 你不需要匯阿美語嘛 然後所以這樣子的話 大概就是一起來玩 然後同樣的 五十三小時之內 這麼會一分鐘的字典 就統統變成電子檔 然後所以這不只是數字資料 這是文字資料 所以我們如果去 阿美斯典 某一點點TW 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所有的阿美語 往英語 你可以用中文做查詢 然後就是SLD 就是阿美語的正式編型 之類的 然後也有設計師 就是自己畫了這樣一個東西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些都沒有經過 盟點本來的開發團隊的 任何一個人的授權或同意 就是 也沒有經過開放政治獻金團隊的 任何人的授權或同意 就是有一群人覺得 這是好主義 就把我們做的平台 跟基礎拿去用了 然後就變成了阿美語的盟點 所以這個就是寫作的意思 你不需要先問過誰 OK 好 剛剛聽起來都非常的和平 就是說 這個幫教育部 這個找字典的措資 這個幫台北市政府 幫那個八仙城堡 什麼之類的 非常的和平 接下來要講 比較沒有那麼和平的部分 OK 那在這些技術 尤其是剛剛那個Hack Folder 發展 我們叫做第0次 就是最最最開始的時候 是318的時候使用的 我們把它叫做 318向日葵數位體驗名 大家體驗一下說 用數位工具 可以做出什麼樣子的 協作上面的改變 當時是318 當天 國會無雙也是一個 在距離立黑客松 有提過案 然後後來出來自己成立了一家 社會企業嘛 叫臥草的一個案子 然後那個案子 他們就是 會固定有兩個人 還是三個人 整天盯著立法院的直播看 那個直播又是另外一個距離立專案 叫做立院影城 那所以就這兩三個人 整天盯著立院影城看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像ESPN那樣子 去做轉播 然後去說 今天這個 接下來交通委員會 即將派出強棒上場 然後呢 今天的好球是什麼 壞球是什麼 烏龍球是什麼 然後呢 對然後呢 還會摘出這個 今天的replay精華 你如果只有10分鐘的話 今天立院賽斯 請看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幫你慢動作重播 之類的 所以他們就是用一個 體育新聞台的方式 在經營立法院的直播 好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是有人 30秒鐘通過福茂的時候 守在立院影城前面的 國會武雙的編輯 第一時間就看到了 那看到他們當然就是發快訊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跟蘋果 跟其他媒體都有合作 所以突然之間大家就傳開了說 莫名其妙就通過福茂了 然後 因為這樣幾乎沒有時差的 他們就馬上決定 當天晚上在立法院外面 要做一個抗議的晚會 那那個晚會呢 又是因為3月8號的時候 當時是何能就是反核有行 反核有行當時我們才第一次 試著去幫他提供無線網路 然後因為無線網路 我們申請狀化電線光線太快了 發現那個給記者用 工作人員用 網路還剩大概九成沒有用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拿來直播 所以當時是沒有預先想到要直播 但事實上有直播 然後就從我電腦出去 然後 那當時有很多軍閉的朋友 就是幫忙 可是在沒有宣傳的情況下 我們發現看直播的人 比 因為當天好像天氣不太好 到舞台前面的人還要多 我們就發現說 劍盆參與好像 好像是 是 蠻有意思的 所以 就是10天之後 就同一套設備 然後同一套方法 然後當時我們就是 直接跑去 立法院外面去支援那個晚會 那 那 可是因為事前沒有申請網路 沒有申請創造電器的網路 所以 我只是用 直接握我的手機 然後 長進的是 印第大地 然後他當然是軍中媒體的一個 一個代表 Independent Media 就是 印第大地 然後 但是他只有桌機 然後沒有辦法接 無線網路 所以我們中間還有一個 Laptop去 去做網路分享 可是我們都沒有帶筆電 然後當時就有一個 很年輕的人 然後就 莫名其妙就跑出來說 他是黑倒青 我根本不知道黑倒青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 欸我這邊有台電腦 我的 Administrator帳號給你 隨便你用 不小心我 這個 不好的意思 我桌面很亂 隨便你怎麼刪都可以 這樣子 我說可是你電腦不用嗎 他說沒有 我接下來都不會用我的電腦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有一個年輕人 都不用他的電腦 對不對 結果他就去翻牆了 所以 可能 那個人 電腦很笨重 他的台真的蠻大開的 所以 對 據說當時真的噴進去的 都是帶那個很薄的 MacBook Air 這樣子 所以 就是很大台的電腦 真的應該留在外面 所以 所以他就留在外面 然後接網路線 然後接我的WiFi 然後就給 印第大地用 所以直播就在外場就開始了 這樣 Anyway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同樣的狀況 就是說 其實 他們本來並不是很熟 Open Source的黑套 然後 印第大地以前在幫 他非常非常長期 就是 這個核四五六 他每個禮拜都去拍 可是他並沒有特別覺得說 他真的能夠造成 那麼大的影響 然後 我們之前其實 對 就是在立法院外面 抗議這種事情 是很陌生的 那但是這三股人 一合作 突然之間就有 很有趣的事情發生 好 那因為 外場 營地能源直播 那場 我們知道是有 用那個 夾小拓鞋加iPad 到Uscreen 然後 後來 也有距離 另外一些 先錄中的朋友們 去另外一條街 所以我們有三個直播員 在立天 那 因為大家看的時候 都很想要做某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讓我們平常 在用的共鳴系統 叫iPad 希望大家看到這個 很多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現場 你至少把你聽到的 看到的東西打下來 給沒有那麼多時間的人 事後看 因為盯著直播橋 是非常花時間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如果只是看竹子稿 我可以很快就 catch up 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也是讓大家的那個 就是交流 有一個出口 然後接下來用 就是我們自己 架的一個 試算表 就是一個Calc 去把所有 Hackpad去匯整之後 變成一個 Hackfolder 就是當時大家可能 都有看過的 一個 共享的一個連結 那Hackpad的好處 就是大家不用問過 誰就可以自己 開始做新的Path 所以當時就有 好像從英文 然後法文 德文 阿拉伯文 其他對 就是各個翻譯組的人 開始拿這個主字稿 因為你要翻譯直播 是很困難的 但是要翻譯主字稿 是很容易的 所以就是突然之間 就變成有 好像十二國語言 最多的時候 的轉播 那文字轉播 當然都全部都 搜集到這個Hackfolder去 所以你一進Hackfolder 你如果是講英文 或講法文 你可以很快就知道 說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子 那在3月22日的時候 當時我剛好就是 去俊男佛心看狀況 然後就發現說 其實透過無線網路 然後再回來 這個時間差還蠻重的 而且大家都只能 低頭盯著自己的手機 才能夠看到直播 那當時就是在外場 一個謠言 是說那一場 被警察拍肩膀 然後很多人想要衝進去 那後來就有一個 川甲克出來說 沒有 你們其實在裡面很好 這樣子 對 重點是說這個資訊是不同的 我們不能假 適合說外面的人 都有在看那場的 就是從Youtube 再回來那個直播 所以 當時我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架了一個帆布棚 然後拿了一個 統一集 然後我就拿了 大概350米的網路線去 然後交給就是 很多網路專家的 舉行V的朋友們 去把整個立法院內外場 變成一個 內部網路 內部網路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沒有delay 而且不會斷線 那所以裡面的任何事情 可以就是幾乎 不到一秒的時間 它就投影在外面 然後在右邊我們 這邊可能看不清楚 但那場有一位打字 非常快的同學 他聽到什麼就打什麼 這樣所以很厲害 所以就是 這邊不管講什麼 旁邊那個字幕 就會及時地出現這樣子 它 就是一隻手 是輪流用三個手指打 讓另外兩隻手指休息 然後它可以這樣子打 一整天 然後大概一分鐘 140個字不聽這樣子 只是很恐怖一個人 對 然後所以就是 各種奇人意識都有 然後 我們就幫他這樣 開了一個 即時轉播頻道 非常非常的有用 就是這樣子之後 就再也沒有類似的謠言 或者這種狀況發生 所以當時就是 我在推特上面有講說 我在一開始去支援網路 會網路的時候 我其實不知道有人要翻牆 但一旦有人進去的時候 你要連上下的一個牆 完只有中立的網路可以做到 那通訊可以減少衝突 和誤會我本意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這邊是所有的 就是各個距離裡的朋友 當時去那邊加網路 結果就有一個 中國人上來回我說 就是有大陸人到要翻牆的 這樣講也沒有錯啦 就是說 這個牆不只是立法院的牆 你要連把文明之間的 或者是以後星球之間的 就是人連在一起 你還是只有中立的網路 就是不加以判斷的網路 可以做得到 那我想這個是 當時大家的 統統的一個精神 然後 當然 就不能不提324 324的時候 我們在線上的公平系統 跟試算表都被攻擊 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誰攻擊 然後就斷線了 然後黑畫面 然後 那當然324同時 也是有衝行證院的事情 那衝行證院的時候 我們直播的朋友 是拿著iPad就衝過去 然後 所有人把手邊的行動電源 通通都給他 這樣子他就 跑過去跟拍 那 當時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然 就是我們第一線衝的那一位 直播 那兩位直播的朋友 非常的興奮 那個腎上腺素的狂調 因為他看YouTube就可以看到 同時觀看他的人數 一萬人兩萬人三萬人四萬人 開始往上跳 對 那 但是我們就發現說 奇怪 我們看到的 拍到的影片 因為我們中立的 就是如果有人打破窗戶 我們也拍 然後警察做什麼 學生做什麼 我們都會拍 可是都拍得好啊 就是說 這個警察也沒有很暴力 學生也沒有很暴力 大家看起來都會太想要無視 可是那是行政院的某一側 另外一側 沒有直播的地方 非常慘 那我們當天就發現說 原來人類在有直播跟沒有直播的行為 完全不一樣 日行發現 我們就深刻的體驗到說 你有直播跟沒有直播的時候 人類的行為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也不是只是哪一方的問題 就是真不一樣 OK 那 線上當然我們花了一個個小時 就修好了 就過去了 那當然線下要花很久的時間 才能夠修復 但是呢 當時就促成了我們去查說 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保障 警方當時就說 你不是媒體記者啊 爸爸你趕走這樣子 我們就查說 不對啊 前幾年立法院明明就有做 十字六一三六八九 這兩套解釋 說只要是促進公共事務 討論已監督政府的事情 一般人做新聞記者的採訪行為的時候 是受跟新聞媒體相同程度之保護 所以警察只要不請主流媒體出去 他不能請公民記者出去 那所以我們當時就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你就要上載你的照片 打你的名字 他就會幫你印一個記者證 然後呢 這個記者證呢 你可能去iPhone 印一個記者證之後呢 還很貼心的把大法官解釋文的QR告 警察如果不相信 可以請他掃描 QR告 或者介入這個短網址 就可以看到大法官解釋的全文 那所以這個也是 也是一種新媒體的操作啊 就是說你把它變成是一個 你一下子就可以理解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需要它的出處的話 要我付出處給你 OK 那當然現在就是 我們看到開始有一些 就是公民記者的亂象啊 就是有人覺得說 副教授的那個研究室 也可以拿個記者證去拍啊 那當然這裡面就是那個法意 是說 是不是公共事務討論 然後是有新聞價值的資訊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是自己偷貝狂而已 跟那個公民記者沒有關係啊 但重點是 當時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地面上 就多了十幾個巡號員 OK 在Hack folder上面 就可以看到非常很多 當時就是有個照電視牆 你可以一下子同時看九台的直播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再也沒有很激烈的衝突出現 因為隨時就是出門的世界 任何地方都有直播 那當然就是不能只盲目的抗議 還要知道說在抗議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328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從 好民意當時發那份公開信 到當時已經八個月 對一個拘定閉業 非常長期的專案 非常大的坑 大概就是把福茂條約裡面的每一行 它提到的每一個營業別 按照台灣的公司資料的營業別 對應到WTO的 再對應到聯合國 再對應到中國的 這個東西去做梳理 梳理之後你可以做什麼呢 你在這邊 只要打入你的公司名稱 中央營業項目 它就會用很漂亮的 視覺的圖示出來 告訴你說 你的公司有沒有被符貌 什麼叫有被符貌呢 就是跟你相同營業別的 現在開放大陸來開設廠 或者開放大陸資金進入 或者開放大陸的自然人 反過來 就是說你這邊都可以去中國等等 就是說 本來可能沒有人看得懂的 那個很大的PDF的 三案式的條文 把它變成直把 跟你有關係的部分 同樣你只要花不到30秒 摘露出來 然後用很漂亮的視覺畫 讓我們看得很清楚 只有這樣子 才能夠做到主條審議 就是大家才知道 我們在討論什麼 那在329的時候呢 就有一群白色爭議 他們是一群覺得說 可能符貌值得抗議 可是這個抗議的方法 更值得抗議 對,一群抗議人士 他們在抗議什麼呢 就是在抗議 不斷抗議的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決定去發動一個抗議 去抗議這條情難所抗議 這樣 然後當時他們 我們也有直播去 因為我們真的是中立 就是我們真的也是 艾佩爾跟著拍 然後那跟著拍的好處 就是說大家都會就是分成 就是好像摩西看紅海一樣 就是人自動讓道 然後讓他們好好的過來 好好把他們想講話講回來 然後講完之後好好的回家 這樣子 沒有發生什麼衝突 然後他們回家之後 就寫了一封信來去應徵 說這個我們沒有辦過室外活動 我們發現這個 有些問題 現場那個音響設備 後面的人聽不到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做直播 動線我們也不知道怎麼管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經驗 可不可以幫幫忙忙 這樣 那同樣的 因為我們都是開圓的 所以就是我們本來就有整理一個 怎麼樣做戶外的直播的 所有這些東西的一個模板 我們就同樣提供這個模板給白色陣營 然後說你們接下來要辦活動的話 它就是一個checklist 你知道這些都打勾 基本上那個狀況不會太長 希望你們可以多練習這樣子 那所以接下來他們到台北車廠 然後做得比較好一點點 那當然330的時候就發生 就是可能50萬人吧 然後就是大概 可能500公尺有一個大螢幕 然後也是用直播的方式 那當時呢 大家就在討論說 就是那50萬人 在那一陣子 一直有所謂的街頭審服嗎 就是大家在街頭去看說 跟我自己相關的條文是什麼 然後我講出我想講的話 當然有直播的逐字稿 可是如果你只是有直播 有逐字稿的話 它其實沒有一個後續 你不知道說接下來會變怎樣 所以我們就開始用一個線上的 叫Lumio的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呢 其實本來是距離別的線路組 內部在討論說 當我們把這個intranet架起來 這個內部網路架起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運用這個網路的 一個投票的一個系統 那這裡面還包含說 這個所有人都自己印了距離別的避章 我們再也不能夠區分誰是誰了 這個我們要怎麼樣區分是這個來鬧事的人 還是真的來幫忙線路組的人 然後大家就在上面提主意然後投票這樣子 我記得最高票的那個主意是 問他2的16次方是多少 你真會有一些好主意冒出來啊真的 然後那答得出來的人 可能就是搞網路了這樣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想說 同一套系統公民憲政會議也可以放上來 那這樣的話他們在未來 事實上他們後來真的有做各地的 草擔民主論壇跟憲政改革運動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成為後來的資料 所以重點是說 要的是政策制定的 神移民主的精神跟一個態度 那最後是V台灣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只花10分鐘左右講 待會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再多講一點 V台灣是在318之後 然後行政院蔡玉林政務委員 以G0V的鄉民身份 來參加G0V的黑客松 畫了一個坑 非常有趣的是 他剛好在戈蘭偉的林祖儀的後面 所以就是同時有 有這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坑 在那次的黑客松出現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是一個讓行政院在處理 要嘛是太先進 以至於他們根本不知道 哪個部會該管的問題 或者是利益相關者太多 因此每個部會 都不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能夠引進大家的意見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主要參考的是 這兩份paper 那因為paper很長 所以我用一分鐘不到的時間 幫大家解釋一下 大致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從318開始到現在 我們說公民參與 但是實際上公民能夠參與 不管是進化國式會議 能不能會議 還是隨便什麼會議的幅度 並沒有想像中大呢 因為有三堵牆 就是晉級的聚員 那三堵牆 首先是無知之強 就是說當立法院 或行政院在審議一個東西的 初步草案的時候 最關心那個草案的人 都不是被那個草案影響的人 沒問題吧 就是大家在審新創企業的 相關草案的時候 最後知道的是新創企業的人 最先知道的是教授們 智庫跟各黨派 這就沒有問題吧 好 那即使你現在知道了 然後能上來評論 好比現在有一些 我也不點名 就是有一些政務機關 會直接使用Facebook 當作他們的 就是討論的平台 那就會發現說 上來高達八成的人 不是說好壞壞 就是說好棒棒 這個依舊惡法 應該盡一切 這個立刻廢除 然後或者是說這個 誓死支持 這個洪秀柱主席 不對他不是主席 Anyway 然後唯一支持連勝文 就是說這些東西 就會洗版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只要一看到 三四個這種東西 接下來就全是這種東西了 因為想要認真講的人 就不來了嘛 然後大家就開始在那邊 筆貼圖 直接厲害這樣子 然後 所以就沒有辦法 做出有效評論 因為大家真正要做出有效評論 要知道的 像剛剛提那個 蓋德十六磁房那個主義 是真的要花時間去想 然後反覆討論的 可是當你看到 就是一整片都是 就是 就是 我到底看了什麼 對 等這種東西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 有那個心情做討論 好那假設你現在就是 吸引到一群感性卻公民 他們又有討論的素養 他們就會發現說 你現在法案改了一個字 它可能有一個子法 子法有一個母法 那個母法是別的主管機關 那個主管機關 又有實行細則 又有別的母法跟子法 你要了解 改一個字有什麼影響 差不多要看五十萬字 OK 所以其實 如果你沒有看到五十萬字的話 沒有辦法完整的知道 說一件事情要怎麼影響你 這個在任何法案都是這樣子 所以才會需要法規會 這種機關 專門去看這些五十萬字 所以當時在一一二九 這個國民黨書道執政總統府 的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本來就 其實蔡玉林 憑良心講 她是三一八之前 她剛就任的時候 就跟距離民 一直有在討論 新狀企業的政策 就是並不是因為 書道執政總統府 才來找我們 但是我想當時是 是有這樣一個契機 就是說 他們正在討論一個 遠距電傳勞動 就是大家在家要電腦上班 到底要不要算加班費呢 或者是說 本來勞動精神法裡面說 就是女生晚上十點之後 不可以上班 可是在家上班 就是這樣子要算嗎 然後加班費怎麼計算 如果你是在星巴克上班的話 你在星巴克的洗手間滑倒了 算不算執災 如果算執災的話 要不要做那個職代給付 然後這很重要 因為勞保跟健保差很多 之類 OK 所以所有這些東西 勞動部 他們想要辦一個工廳會 當然嘛 一定要辦一個工廳會 可是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想要邀電傳勞動者的工會 Labor Union代表的時候 沒有這個工會 沒有中華民國 遠距電傳勞動工會 這種東西 然後他們就想說 沒有工會 至少有代表版 所以他們就找了 居定比幾個 在家寫程式的人來 然後去跟他們聊天 然後 結果我們四個人都說 我們不能代表電傳勞動者 就是你在家 用電腦寫程式 邊寫歌 跟做設計 跟做什麼 雖然都是電傳勞動 完全不同的樣態 然後 就是灌老闆的程度 完全不一樣 然後加班的狀態 完全不一樣 然後交貨的性質 完全不一樣 寫程式 你寫每一行程式 有系統自動紀錄 很多別的東西沒有 所以沒有人敢出來說 我代表電傳勞動者 OK 應該在場也不會有人敢說 代表所有的電傳勞動者 他們就想說 好 那電傳勞動者老闆 大部分都是新創公司 那我們找新創公司的老闆 來幫他們員工代表 這樣都可以吧 他們就發現 新創公司也沒有工會代表 沒有中華民國 新創公司總工會 這是當然的 因為有工會的 都是那些大企業 這些就是什麼銀行總工會 或者是計程車總工會 或者這些東西 成型的企業 如果他們已經成功了 就不叫新創公司了 所以也沒有新創公司敢說 我代表所有的新創公司說話 然後勞動部就發現說 他們頒布成功定規 因為他們要誰 誰都婉拒說 我們沒有辦法當代表 好 那所以蔡玉玲 他就以鄉民的身份 到G0V的黑客松來提案 說我們現在只知道一個狀況 是大家都跑去開滿社公司 或者什麼英屬維基尼亞群道 那收不到稅是一回事 那這個要花很多時間 飛過去打官司是一回事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不知道 我們這邊的公司法 應該怎麼修改 才能夠讓電船勞動者 才能夠讓行創公司 願意在台灣設立公司 他們不知道要問誰 他們當然也問一些學者 可是沒有一個學者 有創業經驗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好像吊詭的事情 那大家要怎麼解決 所以我們就開設了這個坑 那V台灣就是 待會兒會稍微講一下 我們怎麼架起來的 那先直接講重點 講重點就是說 我們架了一個網站 叫V台灣人提交隊 然後在裡面有一些討論案 那必所行是第一個上來的討論案 就是要怎麼樣子去容許 勞務信用技術都可以入伍 然後不需要驗資 然後讓創業家 能夠很動態的 去跟他的投資人調配 這些我們發現是 大家去開曼社公司 對他的一個原因 好 那但是要到怎麼修改呢 首先就是先請大家上來留言 那上來當然有些是群眾物資平台的人 有一些是新村公司的人 有一些是遠處的勞動者 一共有大概132則留言 每個人就是留自己的感覺 自己的想法 然後呢 接下來呢 看著這些感覺這些想法 在行政院的下班時間 大家沒有穿西裝的情況下 透過LIFEHOUSEIN 跟HackPack辦了一個線上直播的諮詢會議 然後請公司法的學者們 然後請各部會 來報告說他們目前看到這些討論 他們有什麼想法 接下來呢 由這個討論裡面有提過建設印意見的人 我們自己聚會 這個聚會就是拿線上諮詢會議的 這些學者老師們的想法 我們把裡面覺得適合我們的列出來說 如果經濟部哪一天通過了法律 它應該要滿足這些創業社群的想法 它應該不可以有哪些條例 因為這樣會過度限制創業社群 但是我們不懂法律 所以這不是法律文字 這個叫建議書 希望你們在通過法律的時候 好好想一想這樣 然後呢 送進去之後 經濟部就跟法規會這些開會 跟勞動部開會 然後他們就按照這個建議書 提出了他們自己版本的草案 然後PO在別條案上 然後我們就逐條審查 就是對面一條去看說 有沒有符合當初的建議 那當時部會跟我們合作的時候 也是同意說 他們對於我們的每一條建議 都要逐條回覆 這條有採納 採納在哪一條裡 這條沒有採納 為什麼 是不可行呢 根本不是他們該管的 還是應該是什麼別的案子呢 等等 好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折衷之下 大家都充分討論了之後 其實我們會看 速度是非常快的 大概一個半月 就出行政院會了 就變成院會版的修正案 然後又過了一個半月 立法院就三度通過了 所以就是在今年的某一個時候 應該是接近年底的時候吧 大家就真的可以去捨筆所行公司了 然後只要股東在50人之內 就可以 你跟你的投資者講好 你的信用 你的勞務 算幾股 然後會計師也不會演資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很有彈性的調度 你可以一直保持著50%以上的股份 卻不需要被課那麼多稅 或者是不需要提出那麼多的現金這樣子 好 那這是工作組實際我們聚會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是完全是用318模式 就是直播然後我們的主條的那個討論的審議 然後在線上的人從Live House參與 然後每逃到20分鐘會切過去看Live House這邊的討論 你部會都要先做一個簡報 然後把裡面的每個名詞 比如說什麼叫新創公司 什麼叫必鎖型公司 定義出來 你滑鼠移過去跟某點一樣會有個定義 那這個好處是說 因為你在Facebook上面 如果有討論過事情的話 就會發現高達八成都是在搶一個名詞的定義權 大家都在點頭 現在真的非常的有經驗 對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說 大家可能在別的地方對新創公司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我們這個討論裡面請你這個定義來討論 突然之間來亂的人就少了80% 好 然後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有中立的版主 就是真的不偏向就是經濟部 或不偏向特定的學者 然後所有中間班的公聽會都上網 然後也及時的打出了竹字稿 當然因為這是台灣內政事務 所以沒有十二國語言的翻譯 但是如果要做的話也歡迎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安全的空間 這個是值得特別講出來的 就是說在Facebook或者PTE上面 我們關辦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是說如果有一個人上來 留了一句話 100個字 95個字都很有道理 可是另外五個字是人身攻擊 根本就是罵髒話 這個時候你拿它怎麼辦 你如果是在Facebook上的話 你如果刪掉 這個主意就不見了 而且接下來大家就會開始說 版主黑箱 版主操作 版主不中立 版主下版 對 可是你如果不刪掉 下一個留言就不是五個字人身攻擊了 就可能十個字十五個字 然後就開始貼圖了 然後這樣就不用討論了 這樣 所以就是說 你要在一開始就管理到它 可是你又不能夠侵害到它 提出意見的言論自由 所以在D台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去修改它 那個修改 事項危機白克一樣是公開的 你如果想要看 你還是可以看它背白的狀況 可是我會刪掉那五個字 然後發一通私訊給它說 因為我們有Term of Service 我們有使用指引 我們使用指南上面已經說 不可以人身攻擊 所以我把你人身攻擊的這五個字刪掉 但是我很感謝你那九十五個字的意見 所以一般討論的人 就是只看到那九十五個字 看起來都很文明很和平 但是你要去看版本紀錄的話 有時候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這樣子 但是就是說對於絕大部分的人 他更不會去看版本紀錄 所以他會看的東西就是那個 就是有價值的討論 然後就是邀請大家分享經驗跟感受 然後只要發現有爭點 我們就盡可能把它用百花文 或藍人包的方式去做 那另外就是很多人會很擔心說 這樣子難道不是讓一小撮鄉民 決定全台灣的政策嗎 那這個是我們的想法是說 我們直接用網路使用者 為主要利益相關者的案子 就是說我們把 好比像說 台北市自己審台北市自己的預算 或是台北市的內湖區或大安區 自己審自己的預算 這叫參與市預算 那我們把網路重度使用者 當作一個群體 跟他們相關的 好比像說群眾募資 好比像說這個園區工作 它的相關利益 相關的人一定都是在用網路的 這樣就比較沒有不當代表的問題 那有一些別的部會提一些案子 像法務部有提什麼 通姦處罪的話 內政部有一個什麼寵物稅 那那個就不是我們這邊該管的 因為這樣就會變成是一小撮 整天在用網路的人決定 其實根本沒有在用網路的人的狀況 好 那這個更窄 所以我們直接跳過 但是就是有一個討論區 然後有直播 然後有一個主字稿的一個平台 這個主字稿的平台叫做Say It 它就是把我們在318的時候的那個主字稿 做一個更漂亮的一個呈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發言的人的頭像 然後裡面的每個部分都可以單獨的 引用出去分享在Facebook裡面 然後有人按的話就會跳到這些大腳 那一句去 所以就是相關的會議 現在是用Say It來管 那目前每個月大概一百萬人一次 然後一萬個訂閱者 然後大概只有可能百分之二吧 有來註冊帳號發言 然後實際願意就是面對面工作組 來開會的人大概五十個 然後但是Net Promotive Score還蠻高的 就是有85%的人願意推薦給就是他的朋友 好 那所以就是不會要在七天之內回答 之類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最近在做的一個新的案子 因為我們接下來討論的案子 其實都是按照每個快訊的時候的那個問卷去決定的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Uber那個案子高達80%是榜首 就是在兩個月之前我們做這個問卷的時候 大家都想討論Uber這樣子 接下來是Airbnb 接下來是iVoting 接下來是Bitcoin這樣子 最沒有人想討論數位遺產或者施明德的網路連署這樣子 施明德蠻可憐的 總之就是說 這是按照大家的興趣去討論 那Uber如果大家有做過Uber的話 應該知道它分成合法跟不合法兩個等級 當然它App上不是這樣寫的 但是就是說 比較貴的跟比較便宜的兩個等級 比較貴的是租賃牌R開頭的是合法的 那那個私家車的那邊呢是不合法的 好 所以它在台灣是一半合法的 是不是紅色呢 在很多地方是完全紅色的 就是都不合法 也有些少數的地方是綠色的 表示這兩種的合法 OK 在全世界都是一個問題 然後 我們就自己編了這樣子一個時間表參考危機百科 然後去把Uber發生的大事去做出來 那我們統計大家意見的方式呢 是用一個叫做Police的網站 這個網站的特點同樣的也是 讓大家能夠只花不到一分鐘 不到30秒的時間 就對其他人發言表示 同意或不同意 然後再提出自己的發言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大家 贊成其實還滿平均的 然後城市會自動把它分成 第一組人跟第二組人 這兩組人可能各占差不多一半的比重 我們看到第二組人對很多議題的看法 其實是很分散的 第一組人非常的集中這樣子 好 那這是目前投票的狀況 目前已經有一萬八千多票了 好 那 第一組人的特點 是他們認為 百分之七屬的人認為 我覺得既然交通部已經駁回Uber的行政速度 臺北市政府應該馬上註銷Uber公司的公司登機 好 那這些意見都不是我們寫的 就是參加的人自己寫的 然後大家同意的意見會慢慢浮到上面來 所以這是第一組人的特點 第二組人的特點是什麼 如果不趕時間 就算在馬路邊有許多計程車 我還是會叫Uber 所以大家大概可以了解這兩組人的差異 然後第一組人又有八成四覺得 我覺得Uber已經跟國內運輸業產生不公平競爭的情形 第二組人又額外覺得說這一句話他們不同意 就是說他們不覺得自用車在路上跑 營業威脅到公共安全 有百分之七三的人不同意 所以這兩組人看起來就是經費分明 但是事實上他們沒有共同同意的東西 這兩組人加起來有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同意 UberX目前沒有投報汽車責任乘客的錢 他們應該要投報 然後打錯字我們也是不改的 因為不是人身攻擊 所以有85%的人說Uber是境外公司 他認為他們有責任針對繳稅的問題 提出足以說服台灣社會的因應方式 意思是說這個不繳稅省10%大家都會 但是這個部分不應該是Uber的主要競爭力 但是幾乎所有人85%的人也同意說 政府應該對所有的運輸業的管制規則是公平的 而不是保護特定的既得利益者 OK 所以這些是所有參加的人都同意的 但是這些三人又可以按照意見分成兩組 好 那因為這是整個一套開放的東西 所以同樣的跟距離別所有的專案一樣 也有人沒有問過我們就拿去了 這是社會民主黨的那個政綱政見審議 所以他們在討論勞動權全民年金改革 匡政稅制透明監督尊重差異 跟推動社會經濟 然後我們就發現這個圖啊 什麼都跟V台灣一模一樣這樣 因為就是直接拿去然後改一些設定檔 就可以上線了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就是任何包含 台北市政府想要這樣子做審議的朋友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式 那就是我們左邊是參與的人 右邊是動民主長期專案幫忙的項 雖然沒有參與 但是他們適用了各國幾乎所有的這一類的工具 然後中間是很辛苦的版主跟管理員們這樣子 好 所以我想我們休息大概十分鐘左右 然後接下來看他還有什麼想要聊的 我們就自由討論 謝謝